而端午节年节应景食品粽子有咸的有甜的口味 不过大家有吃过水果做成的粽子吗 日式向农会推广食农教育 就特别邀请了老师教导农村家政班制作水果冰粽 以三种不同水果做成冰粽馅料 冰凉爽口营养好吃又好看 每年端午节澎湃的南部粽 美味的北部粽或者咸粽甜粽 究竟哪个好吃消费者都要来站一下 不过大家吃过水果做的粽子吗 日式向农会推广食农教育 特别以在地水果农产来发想 邀请老师来开办水果冰粽DIY课程 让加州班学员们去制作物全都来学习 加州班学员们分组先将糖与果冻粉加水搅拌用火煮滚后放凉备用 再把三种水果切丁装入包装袋 接着倒入果冻糖水后放入冷藏 最后取出绑纵绳 冰凉香甜的水果冰粽就完成了 而特别前来关心课程状况的农会中外社黄胜黄 也被五颜六色的水果冰粽给征服 罗斯香农会积极推动食农教育 这一次结合端午节民间文化 办理床仪包粽水果冰粽DIY课程 制作完成的粽子色香味俱全 营养好吃又好看 学员们自信好心情也跟着飞舞了起来 农会表示 透过各项计划的执行 把在地农特产品融入在食农教育推广上 开办各类的研习课程 让详情民众加证班或绿造站长者 农会事件会结合学校 让在地食农教育向下炸根 记者时玉兰 瑞瑟采访报道